水的動物之家裡頭收容了85隻的犬貓 每天都有大量餵養的需求 日前就有飼料大廠捐助將近2000公斤的飼料 減輕動物之家的飼養負擔 為在新北市淡水區海維子淡水動物之家裡 面有新北市動保處管理 有最多可以收容85隻的犬貓動物 每天都面對大量的餵養需求 說使用的飼料也必定相當龐大 因此日前就有企業飼料大廠牌 捐助了兩大棧板將近有2000多公斤的飼料 運送到淡水動物之家 讓動保處也相當感謝企業對於浪浪的幫助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一些飼料的大廠商 就是他們會找我們 就是做一些捐贈就是一些機器品的部分 那個量數量其實都是很大的 基本上每個東西都會分到 然後可能一次捐就是好幾棧板 這樣然後都至少可以支援 就是我們動物之家飼料 就是好幾個月的時間 就真的很感謝這些廠商非常熱心供應 然後就是對動物保護跟福利 這一塊也非常注重 就願意這樣子捐助收容所的浪浪 動保處表示平時動物之家 每天餵養所需要使用掉的飼料數量 也相當龐大 因此有了企業大廠對於動物之家的幫助 而送來的這些飼料 也有分成給犬隻或者是貓咪所使用 讓這動物之家的浪浪們每天都可以吃很飽 這次的話基本上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用棧板數量來算 那基本上每個動物之家都可能就是一到兩個棧板這樣 然後頻率的話其實大概幾乎每季都會 至少每季都會捐一次 所以它的數量跟頻率其實都算滿大 對 真的就是非常鼓勵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接觸動物 有喜歡動物的一顆心的話 就歡迎都可以來我們這邊動物之家做志工 以實際的行動幫助這些流浪所的浪浪們 動保處表示 感謝飼料大廠企業對於動物保護非常注重 而每年更是熱心工藝 定期捐助這麼多的飼料給浪浪們 對於動物之家來說更是一大幫助 而且每一次捐助更能夠讓浪浪們 使用至少三個多月的飼料食用量 也希望各界都可以關心動物之家的犬貓 不只是能夠來領養牠們 也可以給浪浪更好的生活環境 以這許多安一淡水采訪報導